辽培元的英文教室 经典演说编第25集 麦克阿瑟的告别演书 老兵不死只有凋零 1951年讲究韩战 韩战就是1951 所以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先有韩战 1950年代跟1960几到70年代 这个越战 几个大战争 那这一集我们把它全部讲完 他的这个演说很长 难度很高 但我们尽我们能力 尽量把它解释清楚 不只是英文的问题 还有文法的问题 还有这个时代背景 这牵涉很多讯息量很大 还有麦克阿瑟个人的心态的问题 我们继续 Why my soldiers ask me Surrender military advantages to the enemy in the field I could not answer 前面讲过了 这韩战 这个麦克阿瑟是希望继续打 可是美国总统杜鲁门 还有华府的一些这个重要官员 文成武将 希望休想升起 而且他们重点在欧洲 所以他们不希望继续打下去 然后也怕这个 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怕这个中共跟苏尔 一起绝入战争 所以他们就是限制了麦克阿瑟的这个权力 那所以他们 麦克阿瑟跟美国总统起了很大的冲突 最后被解职 所以麦克阿瑟希望继续打 但是他的士兵问他 Why 为什么呢 问麦克阿瑟是将军啊 大将啊 五星上将 为什么呢 我们要surrender 我们要投降呢 我们明明是military defenders 我们明明是军上有优势 为什么我们向敌人投降呢 向北韩呢 向中共投降呢 麦克阿瑟说 我无法回答 我不知道答案 你去问了华府的政客啊 这个意思 我都已经快被解职了 你问我问谁啊 有些人会说呢 to avoid the spread the conflict and to an old war with China others to avoid Soviet intervention that explanation seems valid for China is already engaging with the maximum power it can commit and the Soviet will not necessarily mash its actions with our moves like a cobra and a new enemy will more likely strike whenever it feels that the relatively in military or other potential is in its favor on a worldwide basis 那有些人会说呢 指这个华府 政客 甚至总统 甚至外国的领袖 就反对麦克阿瑟 麦帅的人 有人说呢 去避免呢 进一步的冲突呢 以及避免这个 在中国的一个 全面性的战争 那其他人呢 而希望避免呢 苏尔 残战 的干涉 another 这两种说法 就是第一种说 中国呢 跟中国 这个红色中国的 全面性战争 跟那个 俄国卷入 这 这两种呢 解释呢 since valid 这两种说法 都不是有道理的 有根据的 这是 这个理由是有根据 可是neither 它没有 都没有根据 因为呢 这个for 我们就不是 这个 介细是for 而是连接词 所以它这个 意思会变 所以这种词 常常会困扰人 因为中国呢 已经是 engaging 已经是接触了 发动了 它全面性的战争 maximum 它最大量的一个战争 它可以承受的 它可以发动的 以及呢 苏尔呢 它当然不会 mash its action with our move 它当然不会配合 这mash 本来是名词 网孔 网子 有孔的网子 它这边是动词啊 动词就是 配合我们的行动 不可能 就像一个 Cobra 就像是一个眼镜石 而所有的 这个新的敌人呢 都会攻击他 在这个 这个眼镜石呢 他认为 所有人都会攻击他 你看 你去摸他一下 他也认为 你攻击他 马上咬你 当他认为 这个 相对的 这个军事力量 或者其他的 潜在的 潜在的 这个力量 只要是在 他们的世界观里面 他认为 这个 这红色中国啦 或者是 这个 这共产主义 就像眼镜石一样 把群体都看成敌人 你不打我就 我打你 我先打你也可以 你先打我就 我也打你 你不打我 我也打你 就叫赤化 赤化全世界 这优优独播剧场上的 优优独播剧场上的 优独播剧场上的 优独播剧场上的 这 韩国的 整个韩国 朝鲜半岛 整个的悲剧呢 highlighting 被什么所 举事皆知呢 highlighting 就是我们说 高潮啦 一个亮点 被全世界 这个亮点 被全世界注意 注意 借由这个事实呢 他的军事行动 只是在这个 他的领土里面 在里面 所以很多人谴责呢 这个国家呢 谴责 当然谴责迈克阿瑟 但是我们是希望 要保护他 我们的目标是保护他 谴责呢 就是说你看 你把这个韩国搞得 suffer 他承受了很多 depistating 很多破坏的一些冲击力 就是被那个 海军跟空军 为什么呢 因为一开始韩国呢 是北韩 共产党 把汉城都拿下来了 那结果 结果那个 迈克阿瑟从仁川 登陆反击 把打回到呢 38度线以北 所以整个南韩呢 整个南韩就是 又在反攻啊 很多炮火啊 结果造成韩国的 这个 这个 受到战火的破坏 所以很多人谴责 那那个时候呢 Aware 关系带名词 那个时候呢 敌人的这个sanctuary 他们这个 受保护的地方呢 Fully protect 受保护 却受到保护 为什么呢 北韩 结果北韩反而没事 结果是 北韩打南韩 南韩有事 结果我们把 赶回去 南韩又被我们 炮火轰击 就像那个时候 有一个事情啊 就说 台湾 被轰炸 也被轰炸 当然是更早了 二次大战 台湾也被轰炸 被谁轰炸 被美国轰炸 你说台湾很喜欢美国 可是 台湾唯一的一次 之前战争不算 之前冷兵器不算 就是有热战以后 热兵器 就是火炮以后 台北被一次轰炸 被谁 被美国轰炸 但是美国不是要轰炸台湾人 那时候台湾是日本殖民 跟蒋介石也没关系 他差日本人 所以台北有一次大轰炸 东京也轰炸 也被美国轰炸 台湾的台北也被轰炸 南韩也是被轰炸 在世界上的国家里面 只有韩国到目前为止 是唯一的一个 就是冒着什么危险 去对抗共产党的危险 因为那时候 那当然大陆应该也算 它应该不只是韩国 那中国大陆也是 但是中国那个算是内战 这个也是内战 这个很了不起的 这个勇气 还有这个faultitude 什么意思呢 就是很坚毅 坚忍不拔的 就韩国的勇气跟这个毅力 毅力 就是韩国人 他们无视于什么description 这个字很难解释 就是description是形容 就不是 我们要怎么解释 就是无视于这种战争的 这种蹂躏 他们无视于 他们很有勇气 这样解释 不然你字面上 他无视于这个形容 解释不通 they have chosen to risk the death rather than slavery the last words to me were done scattered to pacific 就是韩国人 they就是韩国人 他们选择了承受这个死亡 承受死亡 比起奴隶 就是说他们宁愿死亡 也不愿意当被奴役 被共产党吃话 被红色吃话 他们最后 对我来讲 最后一句话就是 不要放弃太平洋 所以迈克阿瑟的意思是说 我跟韩国人 站在同一线 结果的华府 这些总统啊 这些高官 就要放弃 I've just left the fighting songs and Korea They have met or tears there and I can't report to you without reservation that they are splendid in every way 那我 这句话怎么解释 你说这个 fighting上战歌 战争的歌 在韩国 什么意思呢 就说 我刚刚离开战歌 韩国 也解释不通啊 就是那边在唱战歌 就我离开了 我刚刚离开这个 饱受侵略的 这个饱受战火 侵略的 韩国 但韩国他们那边 在唱这个战歌 就是一种形容的方式 你不要按字面上去解释 解释不通 那他们遇见了 所有的试验 试炼 战争的试炼 那我可以向你们报告 没有保留的报告 韩国人呢 在韩国人 他们每一天呢 表现都非常完美 非常好 开摩 这是我一个常常有的 就是我常常努力 我一直不断地努力 就是要保存他们 不是维护他们 不受红色色谤 然后结束这个野蛮的一种 斗争 这种战争 就是用很荣耀的方式 然后我绝对不浪费时间 也不浪费我这个生命的时间 我都是 就是 一直要保护他们 然后 那边呢 就是不断地 growing 不断增加的一种流血 就战争流血 然后造成这个 Cosme 让我有这个最深的一种 anguish 就焦虑啦 失望啊 就让我很难过 这些英勇的韩国人 永远在我心中 然后我永远会为他们祈祷 这边是结尾 我正在关注我的五十年 的迹努力 我任何时 我继续地军 我还在关注我的 尾程中 也对我继续地军 我继续地军 的迹努力 我继续地军 的迹努力 从我军军 的迹努力 的迹努力 迹努力 但我还记得 我继续地军 这边就是这几句 这几个字就是大家就觉得最有名的 老兵不死 只会凋零 我要结束五十二 他不是五十二岁 他是七十岁 他当兵很久了 你看 他我要结束五十二年的军旅生涯 当我加入陆军的时候 就是在上个世纪要结束的时候 就是这个一八多少年 快一九多少年的时候 很久了 那这是我的成就呢 就是这是我年轻的时候的梦想 就是当兵 是我年轻的时候梦想 那这个世界已经变化很多 已经变得乱七八糟了 变了很多了 经过一次大战 麦克阿瑟经历过一次大战 跟二次大战 一次大战他就当市长 他出道很早 他是美国史上最年轻的西点军校校长 最年轻的这个准将 最年轻的都三几岁了 最年轻的这个陆军参谋长等等 都三几岁 非常年轻 他好像是西点军校第一名毕业 跟像那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都是一样 天之忧生 但是有人说他不太会打仗 就像蒋介石 三军统帅 可是有人说他不会打仗 有人这样讲 说最会打的讲百里 反正被他冷冻起来 就自从我发誓 在这个西点军校的平原上 所以西点军校是美国最有名的军校 还有一个维吉尼亚军校 那当然这是陆军 这个海军关系 还有空军关系 是另外一回事 然后呢 我发誓我所有的希望 跟梦想 早就已经烟飞毁灭 因为经过这个人世间很多变化 但我仍然记得 这reframe 就是那个坚忍 就我们那个军歌里面 很流行的 一句很坚忍的话 那我现在要在这边大声的proclaim 宣布出来 念出来 就是老的兵 并不会死 老兵不死 老兵不死 刚好 刚好这个 若和福节 刚好 死死入寇 他们只会凋零 他们只会凋零 就这个 老兵当然会死 老兵当然会死 你说老兵不死 那也不对 老兵当然会死 他的意思就是说 反而是 fade away 反而是死掉 那反而是 never die 就是精神 就精神不死 肉身会死 精神不死 所以老兵不死 只会凋零 and like the soldiers at that ballot and I close my military carrier and just fade away and those soldiers who try to do his duty as God save him the right to see the duty 就是 就像是 这个 很多老兵 这个ballot 就是前面讲的 这个诗歌里面 这边看到这个词 refriend 想起来了 他refriend 是很忍耐的意思 这是这个 英文有时候很麻烦 突然熊熊想起来 但refriend 这个很有名的 这个歌 军歌里面 老兵不死 只会凋零 这不是奸人 他有个特别的意思 什么意思 副歌 我们现在唱歌 有主歌 有副歌 副歌就是第二段 以后或第三段 就是音比较高 叫副歌 所以这个很奇怪 refriend本来是 忍耐 坚忍的意思 副歌 就是在这个 军歌里面的副歌里面 有这一段 所以刚才看到 这个是熊熊想起来 那就像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ballot ballot 它是这个副歌里面 有这个老兵不死 就像这个歌里面 讲老兵一样 那我现在要close 我要结束我的 军女生涯 然后fade away 我要退休了 凋零了 我退休了 年纪也大 然后一个老兵呢 就是要这个 这个旅行 他这个神赋予他的义务 然后 然后这个 去实行 去履行他的义务 这个意思 然后最后 结束 所以这边呢 就是整个非常长 这个 文法结构 比较深一点 因为它句子太长 它用很多 那个技巧 关系带名词 什么 什么子句 什么 很多的技巧 那我们前面也解说过 所以我们从这一篇呢 就是第一个 这个很难的英文 我们去了解 那 网络上 你去看其他翻译 我看翻的都不好 有些是省略掉 有些它也不太会翻 有些翻的也不太对意思 当然我也不敢说 我翻的全对 就是应该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就是在我能力 就是 比较完整的 这个完全 全部翻出来 那所以 这个里面呢 我们说对英文有了解以外 就我们对二次大战之后 一直到现在 它都会影响到 现在 那我们也了解迈克阿萨这个人 他的一些想法 他的一些主张 那为什么会被解释 他有可能有些 有点有些缺点 那中间也提到很多 那个太平洋 日本韩国 台湾 中国大陆 这个菲律宾等等 还有 美国对欧洲一些关系 所以这边讯息量很大 所以为什么 我们花那么多集讲 就是他有他这个价值 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 如果你觉得 很难看 没关系 你可以反正像YouTube 你可以重新看 那这一篇价值很高 那个 所以我们开这个 这个经典演说 都是美国史上很重要的 那 因为美国最强嘛 那很多人可能想到 美国念书啦 移民美国 那你对美国的文化 你不要说光是我有钱 我就到美国去住 什么都不管 不是 我们最好对美国也了解 那经典演说当时 比较是过去的 那现在又不一样 所以我们对美国 现在也要了解 对过去要了解 尤其美国 它的人文价值 它的精神 一些它的价值东西 我们要了解 你了解这些东西 你去移民或去念书 或去玩 或者认识美国朋友 如果有机会 你跟他聊这些东西 那人家才会尊敬你 光是说有钱啦 我就去那边订去 人家不一定 不一定会尊敬你 不一定喜欢你 尤其是亚洲人 可是有的时候 你能融入他们生活 你又可以讲出 他们的一些价值观 英文也会讲了 那这时候才会真正融入 他们才会真正尊重你 所以这个 有时候人种 也不一定 白人就讨厌你 不是 要看这个将相本无种 男和张志强 你如果移民美国 你表现的像一回事 人家会把你当好朋友 就看人 那你要是因为 不会讲生活习惯 很多懒散 很多吃饭大声喧哗 嚼槟榔 或怎么样 很没礼貌 那当然人家会排斥你 所以这个意思 也不多讲了 这集讲到这里